裝備加上萌獸 加上帳號大概是花到900多萬 然後鏈等的話大概是花到300多萬 這個主武器呢 我總共花了150萬才做出來 所有的風之谷BOSS 基本上你一個人就可以扭殺了 大家好我是周周 相信大家看到封面跟標題 就已經知道今天的企劃內容了 相信不論是80或90年代等的同年 一定都有過風之谷這款遊戲的陪伴 而我會讓大家知道 如今2022年 我最近在風之谷上花了1000多萬新台幣 我得到了什麼 還有我的感想是什麼 然後呢我已經把我的帳號跟角色 初略剪成一個影片 來跟大家介紹 1000多萬的帳號到底長什麼樣子 好首先呢 我的角色是在這個愛莉亞的飾伏器 然後呢 它的前身叫做雪姬 也就是風之谷玩家最多的一個飾伏器 然後進入到角色的頁面這邊暫停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每一隻角色都是精心打扮過 每一隻的分身的製裝備就快破壞了 然後呢 左上角這隻就是我其中一個本尊 我還有另一個本尊後面也可以講到 那現在就進去遊戲內 我這個職業的角色呢 是健好 為什麼會玩這個職業 因為它帥 然後也是當時最強的一個職業 跟大家解說一些 我花了比較多錢的裝備 當時詳細完成的裝備我會放在片尾 那首先呢 必須跟大家說明 風之谷這款遊戲 目前最花錢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在 這個下面的這個附加潛在屬性 還有上面這個星星 那個星星最多可以有25星 那這個遊戲呢 目前還沒有人做出25星的裝備 我預估如果要弄出一件25星的裝備 運氣好的話 你可能有600萬有機會 運氣差你花幾千萬破億 都不會贏 然後呢 24星你運氣如果正常的話 20萬以內可以做出來一件 然後我當時最多有6件24星的裝備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左邊這件裝備呢 我是花了20萬自己打造的 然後右邊這個24星大概花了50萬 然後我再跟補充說明一下 2022年的風之谷的頂級裝備 你有錢不一定買得到 當你買不到的時候呢 就只能去跟劉伯源拼機率自己做 然後你可能花50萬100萬 才能做出一件裝備 但是你要賣的時候 他可能五折或三折才會有人跟你買 好 再來 左邊這件鎧甲 我是花大概16萬買一日24星 然後當時的主人 大概是花4到50萬去做這件裝備 然後右邊的衣服也是自己做的 這個大概花了15萬左右 然後褲子運氣比較差花了25萬 再來這個副武器 15萬 肩膀 20 20萬 然後這個主武器呢 我總共花了150萬才能做出來 運氣差到幾次 有一個謠言是說 風之谷會依照玩家的消費程度 去設定這個帳號的概念 就是你消費越多錢的帳號 抽獎或洗裝備的這個機率 好異常的 反正我不玩抽獎來做裝備 運氣一定是最爛的那種 像這個遊戲有東西叫 基本上人手必須要嚴格 它的市值價值大概是3萬塊到5萬塊 然後呢抽獎的期望值大概是 6到7萬塊可以抽的到 然後當時我是想做碰碰池 然後結果最後抽了30幾萬才收到 這個腰帶12萬 手套15萬也就是四星 然後這個屁風18萬 那其他的裝備我就整理起來 放在片尾給大家看 接下來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花了1000多萬的機體 打Horse到底什麼樣子 所有的瘋子谷Boss 基本上也可能就可以尿殺了 然後再來呢 我這個角色也是當時自霸這個瘋子谷全市武器 這個副本傷害是最高的 這個是一個讓玩家比誰花了多 誰的傷害高的工會副本 我當時是全市武器最高 打這個5萬4千多分 然後打完隔天這個劍豪這個職業 馬上被削弱傷害直接被砍半了 所以劍豪呢算是被我玩爛了 然後被削弱後我就不爽玩了 所以可能 其實在這個遊戲上 我花的錢還算少 有很多那個對岸的朋友 也是我玩這個台灣的 他們花的錢基本上是好幾倍的 有一個全身裝備都是四星的玩家 他當時打這個副本技的分數是 4萬9到5萬時間 所以職業其實有差啦 然後你們再來看到這個就是 我另一個本尊 這個職業是凱撒 然後身上的裝備跟劍豪草的本尊 爛一點 然後大家可以注意到一個關鍵 就是我的角色等級 都非常很好 一個是287人 一個是285人 在當時287人就可以算是 全市武器前三高等 基本上呢 我光是練等 就花了大概幾百萬在練 因為待會兒287人等後 你必須要把所有現金道去 課好課嘛 然後呢 你還要準備好幾萬這樣的加倍券 那一個小時的加倍券 你加了大概是100塊台幣 你還必須連續24小時不休息 瘋狂練功 這樣子呢 可能287到288 大概兩個都又可以升一等 那我全程呢 都是找人家帶練的 因為自己就是懶得練嘛 也沒有那個時間24小時一直打快 那找人帶練一個小時 大概時薪就是150塊左右 加上加倍券跟每日任務那些 可能你一個小時就要花到300塊 反正呢 簡單來說 我兩個角色平均下來 一天要花1萬多塊再練等 那最後呢 就是大致上的裝備的成績給大家看 那你們可以看到這個第一面 這邊大概花了300多萬 然後這邊是第二面 這邊花了500多萬左右 加上帳號的錢的話 應該接近600萬 最後這邊就是我當時說的 萌獸最貴的一隻要50萬 這邊加總最少也要100萬 那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反正裝備加上萌獸 加上帳號大概是花了900多萬 然後練等的話大概是花了300多萬 也總共大概1200多萬 最後把這些裝備跟賣掉 大概回了5、6百萬回來 那我自己是覺得呢 這個遊戲市場 這幾年來有點越來越病態的感覺 幾年前我也有來玩風之谷這款遊戲 那個時候風之谷你可能花個100萬 200萬就可以是巔峰了 那好像現在的風之谷 你沒有花1、2千萬 我是沒有辦法達到這個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遊戲市場真的有點 越來越肯跌了你知道嗎 現在一堆手遊 你可能想要在裡面 自霸當最強的 你沒有花個幾千萬 或是破億 你根本就不可能達到 那最後呢 你們問我 後不後悔花錢在碰到我身上 我超級後悔 可是你玩的時候也很開心 不開心 你不開心 可是你一直花錢 那是因為你已經花了 你就想要把它弄到最好 就是你已經花一半的錢下去了 你才差一半的錢 你就可以變天崩 你這樣會想花 那你就想要達到一個里程碑 因為風之谷玩家都會有一個目標 他們就會想要達到一個里程碑 成招被達成這樣 然後達成後 打完BOSS好像 做了什麼 我把錢丟成夠了 對不對 我自己是覺得遊戲局是 近年來有點越來越會賺錢的感覺 不論是什麼天堂M還是什麼的 他們的賺錢的那個手法 好像越來越高明 那我就不多說什麼了 以上就是我 在風之谷花一千多萬的感想 跟我得到的所有東西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超後悔 拜拜 那我超級後悔 就這樣 拜拜 那我超 哈哈哈哈 我要接幾個尾啊 我超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爆紅錢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兄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的內容